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245集 三天后 白小桃在这血海上遥遥地感受到 在远方无时无刻都在传来的波动 他知道那里是世界一直所在 哎 那个贾力怎么好几天没出现了 白小桃还有些想念对方 他很想看看 当对方在出现时 这片世界又会施展什么样的手段 在这期待中 白小桃慢悠悠的前行 直至在这第三天的黄昏 血色的苍穹有些暗淡时 白小桃下方的海梦 突然爆发出一壶惊人的气息 这气息传出的刹那 海水冲天而起 一声带着杀意与疯狂的怒吼 从那冲出海水内 木然回荡 野藏 受死 这声音蕴含了难以形容的恨 在传出时 穿着黑色铠甲 整个人虚幻模糊的贾力 木然间从海水内一飞成天 速度之快 竟比之前还要暴增一倍 刹那直奔白小冲而来 杀意弥漫 贾力一身住戒后期的修为 在这一刻全面爆发 更是在这铠甲鬼身的加持下 居然无限的接近了大圆满 形成了威亚 笼罩四方 白小冲立刻惊喜 看向来临的贾力 抬起下巴 袖子一甩 右手抬起 一直贾力 退下 退你 贾力双眼赤红 看着白小冲这么一副样子 他内心愤怒更多 此刻临近时 怒吼咒骂 右手掐举 向着白小冲一直落下 速度之快 一靠近白小冲三丈之内 他嘴角露出凝笑 这一次他有把握呀 就算是闪电与狂风 也无法及时的阻挡自己 而眼前的这个叶子 必死无疑呀 可他的咒骂还没等说完 就在这时突然的 平静的海面 在这一刹那 有一只血色巨手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轰然的伸出水面 直接是一巴掌横扫 在贾力靠近白小冲一丈的瞬间 这血色大手的手指 直接就碰到了贾力的身体 就如同拍蚊影一样 直接一巴掌 拍飞了 轰的一声 贾力身体外的黑色铠甲 瞬间昏明崩溃 他鲜血喷出 凄惨之一 让人触目惊心 贾力绝望了 大喊了一声 不 陷血喷出 身体近乎崩溃 恢复归来的修为之力 在这一瞬间 再次重伤 整个人脆弱的 如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 被那手指 直接拍向远处 白小春眨了眨眼 再次倒吸口气 看着那只巨大血熟 落入海面 消失不见后 他抬头望着 贾力被拍走的地方 神色露出 敬佩 这人 真是执着呀 白小春感慨 收回目光 继续前行 他心底好期待 对方下一次会什么时候来呢 远处 海面上 甲烈飘在那里 神色茫然 眼角带着委屈的泪水 他修行多年 从来都是流血不流泪呀 可如今在这儿 他哭了 他觉得这个世界对自己充满了恶意 自己只不过想要去灭了夜葬而已 结果又是闪电 又是狂风 最后索性直接出了一个恐怖的血兽 一巴掌给呼了过来 他觉得 自己到现在还能活着 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我兄妹比他高 我进入血系统的时间比他长 这世界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啊 甲烈的眼泪更多 他觉得从自己进入这个世界开始就踏入到异常噩梦中了 此刻他对白小春已经是恐惧到了极致 他说什么也都不想再去招惹对方了 心头对于邵泽峰的血子以及血梅也都恨上了 若不是血梅他也不会来这儿 也就遇不到夜葬 若不是邵泽峰血子的指使 他也不会执着的几次都要去灭了夜葬 那也就不会如现在这样 觉得整个世界都在针对他呀 不够公平啊 这甲烈此时所在的位置 距离世界意志所在的山峰很近 他看着山峰 看着上面的血兽 似乎更多了一些 他呀 已经绝望了 在这绝望中 没过多久 远处的天空上 白小春晃晃悠悠的走来 看着眼前这座山峰 白小春清晰的感受到世界意志就在山顶 自己只要能过去就可以走出这一关 可就在他靠近的瞬间突然的那条巨龙 从山后伸出了头颅 死死的盯着白小春 而山体上也出现了一道道强悍的气息 全部锁定白小春这里 似乎只要他靠近 这些血兽就会群起而上 白小春脚步一顿 他之前只是看到了一只大手 如今才算是真正看到了血兽的样子 这些血兽与外面的凶兽模样相似 但却通体血色 甚至于杀兽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眼看这座山上的血兽 居然对白小春这儿也都出现敌意识 漂浮在海面上已经绝望的甲烈 忽然内心狂挑 呼吸急促 眼睛猛的睁大 重新出现了希望之光 他也进不去 甲烈激动 他觉得自己还是有机会的 此刻赶紧收敛气息盯着白小春 琢磨着找个机会 或许还可以在这世界里胜出 白小春头痛 看着山峰上那些血兽迟疑了一下 琢磨着总要尝试一番 尤其是想到之前自己感觉的整个世界都在保护自己 衡量一番 这才小心翼翼的走出几步 一看那些血兽居然没太强烈的反应 于是白小春又走了几步 就这样 在他的谨慎下慢慢的靠近了山峰 直至走到了山石上 白小春开始是紧张 可渐渐的放下心来 他发现 哪怕自己都走到了山峰上 这些血兽居然只是看了自己一眼 没有一个阻拦 惊喜之下 白小春快走了几步 已急无碍 他立即激动 快速向山顶走去 而此刻 在下方的海面上 甲利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后 目瞪口呆呀 他猛的站起 神色内露出思索 很快就恍惚 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 我知道了 这里看似有太多血兽 可世界上只要在这里不露出杀气 那么这些血兽就不会去阻挡 一定 一定是这样 所以 我躺在海面上 明明已靠近了这座山 可海底却没有血兽来攻击我 因为 我现在没有杀气 甲利迟疑了一下后 有些不放心 可若是就这么放弃 他好不容易生起的希望就要破灭 抽出一番 他狠狠咬牙 身色坚定 缓缓飞起 让自己没有任何杀气 谨慎的靠近 直至快要靠近山峰时 四周的血兽目光 刹那落在了甲利身上 甲利脚步一跺 头皮发麻 身体颤动 努力的挤出笑容 我没有恶意啊 我没有恶意 我只是路过 甲利连忙开口 可就在他开口的刹那 山顶上 那伸出头颅的血色巨龙 突然发出一声嘶吼 在这嘶吼下 他的身体猛的飞出 直奔甲利而来 与此同时 山峰上的其他血兽 也都一个个爆发出强烈的凶器 一个个全部飞出 冲向甲利 甚至在海面下 再次出现了无数的眼睛 这些眼睛全部睁开后 一个个身体大小 不等的血色巨人 竟全部飞出水面 咆哮着围攻而去 甲利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眼泪更多 不公平 你作弊 甲利是哭了 他觉得 这个世界是在戏弄自己 惨叫中 他的四周 无数血兽一扑而上 白小春也内心颤抖 方才这些血兽突然爆发时 他下意识的就想逃走 可很快就发现 这些血兽居然冲向下方的甲利 这甲利他之前就看到了 可获得世界意志更重要 也就没有去理会 此刻扫了一眼 白小春心中也生起了同情 至于对方所说的话语 白小春干咳了一声 没有去辩解 他自己也觉得真是这样 毕竟从来到这个世界后 他几乎什么都没做 就是一直飞而已 飞到这里以后 血兽都不阻拦他 任由他通过 白小春觉得这个世界对自己太好了 此刻又看了看一群血兽中的甲利 白小春迟疑要不要扔下一颗发情单过去 算了 我是一个善良的修士 白小春感慨时走到山顶 看到了树立在山顶上的一块石碑 这石碑如今正散发阵阵光芒 更有一股召唤不断的传来 想了想后 白小春临近石碑 右手抬起放在了上面 在他的手与这石碑碰触的瞬间 他的脑海一震 仿佛神时瞬间扩散 融入整个世界 又仿佛这个世界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这一刻 血海滔天 沙漠升空 苍穹翻滚 大地震动 无数的草木 山巒 这世界所有的存在 都在这一树散发出一股喜悦之意 似乎在欢呼 似乎在朝拜 所有的血兽 齐齐跪拜 向这山顶上的白小春 发出臣服的嘶吼 捡了一条命的甲烈 此刻一样颤抖 他呆呆地看着山顶的白小春 他这一生也都不会忘记这些日子的经历 永远也无法忘记 这一刻如同帝王 如同世界之主的叶子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